公元208年,曹操南征,刘表的次子刘从,在蔡茂等人的劝说之下,投降了曹操,在投降的队伍中曹操遇到了一个高人,几经了解后,曹操大吃一惊,感慨地说,我要早的此人,恐怕早就平定天下了。 于是,曹操打算将这个人聘请到身边,成为自己的高级谋士,非常遗憾的是,这个高人不久便因病离开人世,让曹操惋惜不已,其实更该感到遗憾的应该是刘备,他在曹操之前就已经与这个高人相遇,彼时他在请到诸葛亮的同时,却和这个绝世高人擦肩而过。 那么,这个高人到底是谁,刘备为什么错失此人,尹川,是一个十分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,这里人节地灵,人才辈出,据记载,轩原皇帝和大禹就是生在尹川,战国秦汉时期,赫赫有名的大咖,韩非,吕不韦,张良,朝错等,也是尹川人。 不过历史上尹川的巅峰时期,应该说是的三国,两晋时期,毫不夸张地说,当时天下英才,有一半出自尹川,这主要是因为,尹川距离东汉的首都洛阳很近,只有一百多公里,这里相对安静,却又不失偏僻,成为民事相貌的地方,更主要的是,跟文化底蕴有关。 随唐之前,克举制还没有诞生,门法正值大行其道,一代为官,世世代代都会积身权力高层,在汉代,尹川有四大家族,忠、荀、尘、韩,他们当地最富有,也最有名望的家族。 家族中诞生的名人相对较多,在四大家族的影响下,其他家族也出了不少名人,三国时期,尹川出了八个最有影响的人, 他们是影川民事的代表人物,钟慧,司马懿的得力干将,人称魏国张良,他不仅粉碎了曹茂的夺权企图,还随军平定诸葛丹叛乱,最后又和邓麦一起终结了蜀汉,钟慧是影川人,钟氏家族是影川的名门望族,钟家出的优秀子弟不止一个,还有个人才叫钟赵,他是曹操的重要干将,出任私立校尉,主要镇守关中,功勋卓著, 为千千军师,才华盖世,让曹操垂涎三尺,为得到他不惜使用下三难手段绑架其母,然而他到了曹营之后,一言不发,让曹操枉费心机的徐树也是影川人,曹操赤壁之战中遭遇败迹,灰头土脸,差点把命丢了, 当时他胆慨地说,如果国家在的话,我就不会流落到如此地步,曹操所说的国家也是影川人,只可惜短命,不到四十就去世了,除此之外,寻狱和寻幽也来自影川,三国后期曹魏重臣,九品中政治,和曹魏律法,魏律的主要创始人陈群,也出自影川, 此人满腹韬略,眼光独到,他早年增谢后刘备,得到对方赏识,被聘为玉州别家,上任不久便给刘备出了个金点子,当时陈群病重,临终前把徐州交给刘备,刘备起病之后,他四处漂泊,没有一个根据地,陈群死后自然是欣喜若狂,打算去接收,没想到陈群迎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,徐州是一块肥肉, 但是吕布也垂涎三尺,这小子不会甘心,肯定要搞事,可是刘备经不起诱惑,还是去徐州上任,结果被吕布联合元树,打得落花流水,刘备这时候才想起陈群的话,但为时已晚,后来陈群投靠了曹操,成为曹丕时期的曹魏重臣,由此可见,影川正是出人才的地方,可以说是谋士批量生产线,需要指出的是, 刘备错失的那个高人,也是影川人,才华不在上述几人之下,那时候的名士,打都有个号,诸葛亮的号是卧龙,航统的号是奉处,此人的号为,水晋先生,真名司马辉,子德操,司马辉才华横溢,精通道学,奇门,兵法,精学,是妥妥的治国安邦之才,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,刘备第二谋士凤厨,对司马辉敬众有加,曾经亲自去拜访他,庞统是荆州人,荆州距离影川将近两千里,当时别说高速,就是公路也没有,交通工具就是马车,旅途的艰难可以想象, 然而庞统却不怕旅途劳累,千里迢迢去拜访,足见司马辉的学问,远在庞统之上,庞统远到来访,让司马辉十分感动,二人一见如故,成为之友,众所周知,庞统是刘备麾下主要谋士,既然二人是好友,他有没有向刘备推荐司马辉, 其实,庞统能成为刘备的谋臣,还是司马辉推荐的结果,不仅司马辉就是诸葛亮,也得益于司马辉的推荐,原因很简单,司马辉的才华更高,名气也更大,司马辉为何要向刘备推荐他们,而不是别人,当时天下名士多得很,为何不推荐别人,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,卧龙和凤厨都是司马辉的学生,史书上没有记载司马辉的年龄,也没有说, 诸葛亮和庞统曾经拜世司马辉,但是诸葛亮去世于公元234年,庞统去世于214年,庞统是意外死亡,诸葛亮算是寿终正寝,而司马辉比诸葛亮早去世26年, 这足以说明他比后者的年龄大得多,这是因为,诸葛亮鞠躬尽瘁,为北伐操心,是被累死的,而司马辉士的隐士,隐士大多长寿,这说明他至少比诸葛亮大了30岁, 从年龄上看,司马辉有可能是二人的师父,才向刘备推荐自己的学生,这也说明,司马辉的才干在二人之上,所以说,刘备如果得到此人的话,肯定会取得更大成就,不会跑到蜀中, 那么,刘备为何不聘请司马辉,或者说司马辉不毛遂自荐,跟刘备干事业,有人说,司马辉淡薄名利,对公英利禄不感兴趣,一心想当个隐士,因此没有成为刘备智囊,这话只说对了一半,其实司马辉也动过干事业的念头,只不过他的外貌实在太平凡了,被人忽略,公元198年,荆州木刘表也网络人才,他设立学校,学官, 帖出告示,表示,要寻求天下名士,司马辉听到这一消息后,带着一筐紫书,坐上自己的罗车上路,风尘仆仆来到荆州襄阳,可是他跟刘表接触之后,觉得此人心胸狭隘,干不了大事,是烂泥巴不上墙,不值得辅佐,他没有被重用,也不想被重用,就在那里闲居起来,建安六年,刘备被曹操追杀,走投无路,不得已来到荆州,投奔刘表, 这时候的刘备非常郁闷,也很灰心,他搞不懂,我有张飞和关羽两员大将,为何干了这么多年,还是一事无成,被曹操追着打,连个落脚点都没有,想来想去,他明白了,原来是曹操身边人才积极,自己身边没有谋事, 这时候,他听说了司马辉,便去求见,司马辉告诉他,我有两个学生很了不起,一个叫卧龙,一个叫凤楚,这二人你得到一个人,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,前台词很明了,我学生都这么了不起,如果你重用我的话,那更是大有作为, 刘备似乎没有想到对方话里的含义,或者说是想到了,看到对方年事已高,觉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,所以就直奔南洋,去找在那里种地的诸葛亮,将其聘请为首席谋事,后来,刘备又聘请庞统,作为自己的,刺席,谋事,因此,刘备也错过了司马辉,没有成就大业, 这说明,刘备还是缺乏战略眼光,不能慧眼识珠,也许有人会说,司马辉说得太绝对了,让刘备忽略了自己,司马辉的原话是,卧龙凤楚的一人可安天下,这让刘备觉得,我聘请诸葛亮这个小伙子就可以了,要你这老头子干啥,其实人家司马辉当时还说一句话,子初孝职王一人,则汉南兴,子初孝职分别是刘八,法正, 二人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,却是益州集团的领军人物,对发展蜀汉经济,维护蜀汉稳定起着诸葛亮无法起到的作用,可惜二人都不长寿,影响到了刘备霸业,司马辉既然这样说,肯定有补救措施,不过刘备水平有限,不可能预测未来,听了也没有多想,忽略了司马辉的存在,这也不能全怪刘备,司马辉穿的太平常,足灯草鞋,身穿裤, 补丁衣服,也不理发,不注重仪表,看起来跟一个叫花子一样,刘表曾经让自己的儿子刘从去见司马辉,刘从这小子看不起人,就让随从先去问司马辉是否在家,随从看到一个糟老头在干活,就上前询问,司马辉在家吗? 老头放下锄头说,我就是,随从听了破口大骂,司马辉会是你这样子,说你是奴仆的话,我还相信,朱可亮虽然也是种地的,但是人家仪表不俗,他身长八尺,面如关玉,头戴轮巾,身披呵成,飘飘然有神仙之改, 这就是说司马辉不善于包装自己,让刘备看走了眼,如果是先锋道骨,超凡脱俗,刘备也不会错失,刘备三顾茅庐,请出朱可亮,奠定了自己的霸业, 但是却看走眼,错失了另一个绝世高人,即司马辉,水晶先生本来是想帮助刘备的,只不过他太过低调,不注重仪表,让二人失之交臂,这说明包装太重要了,同时这也说明一个道理,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粮,以貌取人是会吃亏的。